HKG 报推介为大家送上今日必看 TikTok的命运来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当地时间4月23日 美国国会参与院以79票赞成、18票反对 通过TikTok封杀令 有关法案与缓撞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法案捆绑一并获批 将程交总统拜登签署 美国众议院在3月中 以通过要求TikTok从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摸尼的法案 但限期只有半年 新法案通过的期限调整到不超过270天 并赋予总统90天的延期权力 即是字节跳动触手TikTok的最长期限只剩一年 TikTok大约只剩一年时间进行周旋 在这段期间除了继续游说之外 字节跳动预料会尝试所有的法律措施 据彭博社报道 TikTok的管理层在内部备忘录中通知员工 如果法案被签署成法 公司将通过法律手段来应对这件事 TikTok在美国的用户已经多达1.7亿人 尤其是深受美国的年轻人欢迎 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内容创作者 依赖这个平台的小企业主等 他们也并不希望TikTok最终被封禁 这些力量会为TikTok寻求法律途径时带来帮助 美国政客为了私利、背逆民意 果然是家印好的民主自由大国 而他们使尽下山蓝招数对TikTok的无理打压 也令世人看清楚 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 纯属犯国家安全概念 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搬笼门 这件事也再次证明了 美国表面上是以言论自由自居 却不为如力打压、踐踏言论自由 无理抹黑中国 为了压倒竞争对手不惜破坏国际经贸规则 以政治手段干预霸凌 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他国企业 所以美国所谓的尊重自由公平竞争 也是骗人的谎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燦榮认为 美国的做法 代价会令TikTok缺乏技术支撑 市场竞争力下降 他辞出 不谈政治 就从法律角度来说 如果TikTok最终跟母公司直接跳动脱离法律联系 中国政府又限制了技术出口 这就意味着TikTok没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市场前景就不好了 亦有分析人士指出 不买就禁的结果 最终将会是TikTok难逃被美国封杀的命运 因应国际政治局势 TikTok很大机会不会选择出售 而是选择直接退出 而美国带头大哥打对TikTok封杀的第一枪之后 英加澳人和欧洲各国都预计会跟随 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 限制TikTok的正常运作 TikTok在全球生存空间将会面临大幅萎缩 这场仗或者美国表面上赢了 实际上就输了国际声望和信誉 只会令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美国民主丑陋的真面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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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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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